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上有虫子咬 能朽坏 也有贼挖洞来偷 要在天上继续财宝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朽坏 也没有贼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是身体的灯 你的眼睛若明亮 全身就明亮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族 他不是恨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 又服侍马门 根据一个人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资 我们就会知道他的心放在哪里 耶稣吩咐我们要记得投资永恒 因为我们在地上所积累的财富 为个人所得着的荣耀 必要成为过去 所以你要投资永恒 这样 在你离开世界之前的那一刻 你就不会后悔 因为知道你所投资的将要存到永恒 根据一个人的眼睛 常看些什么 我们就会知道 他是在黑暗中 还是在光明中 如果一个人一直看色情 他就变得很色情 看消极的新闻 就会变得很消极 看娱乐性节目和电影 会沉迷 变得很自我 看属世的人生哲学 就变得很属世 信心是我们属灵的眼睛 以信心看神的话语 你就会摄取智慧方向和见善的意向 就会使你的人生灿烂起来 根据一个人的决定和取舍 我们就会知道他的主人是谁 撒旦是很聪明的 他已经掌握了你灵魂里面所要的东西 他先让你得到一些 但得到以后 这东西变成你的主人 叫你为这东西 劳碌舍命 有两个主人的人 时常心中矛盾 时常果足不前 做不到神的要求的时候 很容易自我安慰 撒旦也会迷惑你的良知 使你错误地以为 侍奉两个主人才是胜算 既能得到世界 又能得到永生 但耶稣警告 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 你先决定你的心要放在哪里 你的眼睛要看什么 你要为哪个主人效忠 如果这三方面 你的选择错了 那你所付出的善行 你的祷告 你的进食等等 都变得虚伪 这三方面总结就是你要回到最重要的 就是专心投资永恒 专心摄取神的话语和亮光 专心为你的主人而活 愿神保守你 使你一切所行得 成为永恒的财富 遮着永恒的报上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打开我的思想 耳朵和眼睛 使我接受你的指示和教诲 我愿意以永恒为我的人生目标 赐给我心智和智慧 给我力量抵抗 诱惑 以及完成目标的拦阻 好叫我能完成你呼召我要完成的目标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